说到巴基斯坦 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国家 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与中国友好建交 堪称是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 自从古斯绸之路建好之后 巴基斯坦就与中国有着历史渊源 而巴基斯坦还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在中美建交中 巴基斯坦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当年正是中国无私的援助 他们才能顶住印度人的进攻 就这样两个国家一直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所以两国的关系非常好 以至于后面巴基斯坦不需赔付上亿违约机 在新加坡的经营下拿回瓜达尔港口 然后慷慨地交给中国经营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帮助经营瓜达尔港呢 4月25日 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维多利亚州 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 这项协议是双方在2019年签订的 主要是想促进两国的良好发展 这次无故撕毁 与其说是澳大利亚觉得影响本国利益 不如说是澳大利亚为讨好美国无故毁约 不仅如此 对于本来租借给中国99年的达尔文港 澳大利亚也是蠢蠢欲动 好在中国也不是被动挨打 一带一路的发展方针也算是全面开花 除了与澳大利亚租借的达尔文港 中国与巴基斯坦租借的达尔文港 对于中国的海运和经济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刮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正好处在西南部波斯湾的咽喉附近 距离全球石油运输要道 霍尔木兹海峡近400公里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作为它的所有者 巴基斯坦也是一直想开发刮达尔港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但巴基斯坦实在太穷了 而开发刮达尔港需要一笔庞大的费用 纵然巴基斯坦有雄心壮志 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认怂 自己没钱开发 那就只能抱别国的大腿了 巴基斯坦先是找到了美国 希望美国这个大佬能带着这个小弟一起飞 刚开始美国也是计划投资十七万元 建设一条石油管道 从阿特巴拉德油田出发 中间穿过阿富汗 最后到达刮达尔港 这样一来不仅能拥有刮达尔港 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使用权 还可以趁油田大赚一笔 美国方面想的好 可是俄罗斯不答应 阿特巴拉油田所在土库曼斯坦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害怕美国借这条管道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干脆把油田开采权买了下来 省这条管道无有可输 美国这个计划就这么跑汤了 一级不成又升二级 巴基斯坦和美国一商议就干脆把刮达尔港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吧 为了解决刮达尔港的问题 当时的巴基斯坦也是急红了眼 完全不管三千二十一 刮达尔港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 还有巴基斯坦什么事呢 这完全就是洋入虎口啊 消息一传出来 巴基斯坦民众都愤怒不已 纷纷质问是谁出卖了主权 在民众强烈的抗议下 巴基斯坦和美国的第二个计划也泡汤了 直到1999年 巴基斯坦换了一个新总统穆沙拉夫 穆沙拉夫敏锐的意识到 刮达尔港想要发展 离不开他们的兄弟国家中国 巴基斯坦终于把刮达尔港的橄榄枝抛给了中国 穆沙拉夫希望中国能够原件刮达尔港 2000年虽然中国已经独立多年 经济蓬勃发展 但尚未迎来如今这样全胜的局面 但中国还是同意了 在自己都不宽裕的情况下 原件刮达尔港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 觉得中国方面冲大头 但其实中国做出的这个决定 是具有非常长远的战略眼光的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号称世界工厂 但资源比较匮乏 尤其是油气资源 因此中国每年要向世界进口4亿吨原油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 尤其是波斯湾附近 原油从波斯湾发货 需要乘坐游轮 烧过印度半岛 穿过整个印度洋 通过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 走上差不多半个地球的距离 才能到达中国 运飞高昂不说 抗风险能力也极差 一旦世界局势有点风吹草动 这条中国原油的大动脉就很容易被切断 中国的能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 尤其是这当中的马六甲海峡 目前世界石油的60% 中国大陆进口石油的80% 都要经过新加坡的马六甲 也就是说 马六甲海峡直接扼住了中国经济发展能源大动脉 与咽喉 若是新加坡不使半子还好 一旦使半子 对中国进出口贸易 将会是巨大的灾难 加上瓜达尔港口靠近中国西部 从中东发货的石油 只需要航运几百海里 就可以到达瓜达尔港 再通过陆地上的运输管线 穿过巴基斯坦运往喀什 这样一来 中国进口的石油 再不受中国控制的海上航运的距离缩短了85% 相当于为中国平添了一条能源大动脉 而且相比起巴基斯坦的第一大港口卡拉奇港 瓜达尔港离印度的距离还远了725公里 这又为港口的安全提供了关键的战略纵身 所以建设瓜达尔港不仅是有利于巴基斯坦 也是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双方合作才能双赢 因此中国接过了建设瓜达尔港的重任 工程于2002年正式启动 2015年2月基本竣工 中国先后投入了十几亿美元 将这个港口打造成一个深水两港 瓜达尔港的开发 中国承担了大部分的技术 但是等到正式运营的时候 却又再生波折 2006年 瓜达尔港搞了两次招标 分别是第二期工程招标 和建成后的运营招标 但这两个标中国都落榜了 瓜达尔港的二期工程建设 和建成后40年的运营权 都被新加坡拿走了 等于中国方面前期辛辛苦苦的开发 全都是为他人做的假意 但当时中国方面也没有纠结下去 而是潇洒退场 或许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巴基斯坦政权不稳定 强行把瓜达尔港接手过来 只怕是运营也不容易 倒不如让新加坡先试水 而是没有比较 怎见阵仗 新加坡抢瓜达尔港的建设经营权 并不是真的想建设经营 只是怕影响新加坡船舶的中转 将瓜达尔港这个项目掌控在自己手里 遏制它的发展 这才是新加坡抢建设经营权的真实目的 果不其然 新加坡在拿下瓜达尔港后就将它废弃了 说好的二期工程一分钱也没偷 从2007年到2012年从瓜达尔港经过的货轮不超过十艘 瓜达尔港艳然被荒废了 时间一长 巴基斯坦也洞悉了新加坡的真实意图 在2013年忍无可忍的巴基斯坦 强制收回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 但却赔付了巨额的违约金 花了300万英镑买下了瓜达尔港 然后也不招标了 直接把它转交给了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并在2015年把瓜达尔港2280亿亩的土地使用权租给了中国 租期长达43年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被新加坡荒废多年的瓜达尔港 已经是一片荒芜的状态 第一期建好的工程也被毁得七七八八 无奈之下 中国只好按照新的标准重建了瓜达尔港 直到2016年焕然一新的瓜达尔港才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50辆卡车从新疆喀什出发 沿着中巴经济走廊 将集装箱运送到瓜达尔港 再从这里运往中东和欧洲 新的贸易航线已经搭建起来 展示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 这是中国实力的象征 也是中国荣耀的体现 当然这也会引起外媒的炎热 各种无中生有的说中国企图海洋扩张 是中国潜在的海军基地 对此中国方面也是一笑置之 修建瓜达尔港并运营并非是为了什么海洋扩张的野心 只是基于和平共处的原则上 和巴基斯坦为追求共同利益实现双赢 而做出的一次选择 如今瓜达尔港已经成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交好的重要纽带 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也带动了巴基斯坦当地的经济发展 成为国家间合作共赢的有一个强大的案例 既不故意挑起争端 也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利益 如今澳大利亚撕毁协议 中国握有瓜达尔港将成为对应此事的一大筹码之一 因为瓜达尔港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 这个地方离波斯湾仅一步之遥 可轻易封锁中东石油的进出 而且一旦出现战争需要 中国的导弹部队可以迅速完成在瓜达尔港的部署 同样可以形成对波斯湾的封锁 欧美列强曾经通过层层捣链 对中国形成的封锁曾经密布透风 如今被中国一招妙手 从另外一个地方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就是神奇的瓜达尔港 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战略支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